用这两种方式去学发音 它的问题点就是 它都无法让你念出最准确的韩文 反而会导致一开始的发音学习错误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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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果有发现我前面的影片 或者是后面的影片 都是看起来背景一样 穿一样的衣服是因为 我们家楼上要开始施工了 就是他们要做那个装潢 维持两周的时间 那我掐指一算发现 我现在如果不赶快拍影片的话 它开始施工 然后接下来 我应该就要去生小孩了 我就没时间拍影片了 所以只好在同一天就是 赶紧写好的稿 赶快 赶快要把它拍完 好 那我们就先进入主题吧 大家准备到头上来哦 그럼 下个不开哦 学韩文容易犯的三个错误 首先第一个是 直翻韩文 相信很多人做这件事情吧 但我先讲一下 其实在初学韩文的时候 是一定会直翻韩文 但是直翻韩文是一个情况的 就是尽可能的使用韩文语顺去直翻它 例如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我喜欢韩文 语顺是我喜欢韩文 但其实以翻成韩文应该是 저는 한국어를 좋아해요 但如果你是直翻的话 就会变成 저는 좋아해요 한국어 对吧 所以可以直翻 是不是就无法斗在一起 是不是就无法斗在一起 再来第三个 我不懂你的意思 韩文是 那如果你直翻的话就会变成 저는 몰라요 당신의 뜻 是不是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的解决方法是 你要先造简单的韩文句子 了解韩文的语顺 并且去学习韩文的句型 这很重要 像刚刚的句子 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句型 要怎么写的话 没有关系 你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造句子 例如 무슨 뜻인지 잘 모르겠어요 我们有学过像这样的文法 没关系 那你就说 무슨 뜻인지의요 잘 모르겠어요 무슨 뜻인지의요 잘 모르겠어요 然后了解韩文语顺的重点 也是你必须要知道 动词跟形容词 都是在语尾出现的 所以 저는 한국어를 좋아해요 좋아해요 是在语尾出现的 而不是像中文一样 在中间出现 那了解句型的话 像通常日本油渣在外面 那这时候出现的句型就是 雄词 ㄴ ㄴ 然后去修饰后面的名词 日本油渣 可以理解吗 可以直翻韩文 但是 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去直翻 不然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去造韩文句子 不要用中文去思考 因为我们的中文 有可能会讲出 比较难的句型 再来第二点 容易犯错的就是 用注音符号 或者是罗马拼音去学发音 例如很多人跟我说 哦 呜 的差别 不就是 哦跟呜吗 但是像我的话 哦的话 哦 我的哦 舌头是在最底下的 哦 哦 哦的时候 我的舌头也是在最底下 而且 我基本上不会把嘴型读得很圆 唸出来的韩文就会有点落空 没有办法唸得很准确 哦 哦 哦 是不一样的 那关于这个我也是 之前有拍过哦 影片 各位可以参考 那至于罗马拼音呢 你就会说 其实很多韩文都有罗马拼音啊 那我就照那个罗马拼音去念就好了 不不不不不 那个罗马拼音 很多情况很奇怪 是有它自己的规则的 并不代表 你念那个罗马拼音 你就真的可以念出韩文哦 例如首尔 首尔它的罗马拼音是 这个嘛 可是 你实际上 但你若念罗马拼音就会变成 我来找一下翻译机 是不是不一样 韩文是 不同对吧 用这两种方式去学发音 它的问题点就是 它都无法让你念出最准确的韩文 反而会导致一开始的发音学习错误 所以解决的方式就是彻底的用韩文 发音去学习 你可以参考我的YouTube影片 我发了非常多的发音教学 或者是我的课程 课程因为是全新录制的 所以声音会更为清楚 然后还有一些 大家不懂的差异 我也是特别的把它抓出来 另外做练习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说 发音没有很标准 反正对方听得懂就好啦 这就是一个最大问题点 你没有办法确定 对方是否可以听得懂你的发音 这时候你就会突然一个退缩 想说完蛋了 我的韩文他听不懂 所以你只会对于自己的发音 更没自信更不敢开口 然而毕竟是外国人嘛 你一定会有一个外国腔 但是如果你的发音是学对的 在他们听得懂情况下 是可以正常沟通的 就比较不会有沟通不良 或者是闹笑话的情况发生 所以学好发音很重要 这样沾边真的很重要 第三个重点 只输入不输出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只有用肉眼去学韩文 用耳朵听韩文 但是你没有开口说韩文 这个的问题点是会导致你学习到的用法 没有办法跟口语做结合 你真正需要讲韩文的时候你却讲不出来 这会变成你很会阅读听力也还不错 可是你真的遇到韩文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脑中一片空白 因为你太仰赖先写下来 你太仰赖你要眼睛看得到 第二个重点是你脑中是有句子的 结果说出来嘴巴结巴 因为你的嘴巴口腔 没有跟上你学习新的语言 没有常常练习 就会念不好 解决的方法也是很简单 不管是阅读韩文句子文章 你除了听跟写以外 一定要记得跟着念出来 你可以念出来录影 或是录音给自己看 自己听 偶尔试着用韩文碎碎念 可是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 碎碎念的同时它也是训练的一种 所以你要记得要录音下来 写下你碎碎念的内容 再去纠正自己可能用错的用词 再去重新再念一遍 念的时候是有重点的 例如以下这两个句子 安妞哈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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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是不是真的很慢 很无聊 但是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要念慢一点 把每一个音都念好 尤其是钟声把它念好 试着对自己严谨一点 一开始因为需要念很慢 所以你可能要有很大的耐心 但是不要担心 多训练几次之后速度就会自然的变快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贪图 就是想要念快一点的话 反而也是退回原点 就是你也没有做到真正的发音练习 好 最后我总结 虽然身为外国人会有一个外国口音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至少自己尽力的去学习发音 模仿正确的发音 也会使得自己的韩文变得更加自然 那你在说出一口韩文的时候 你自己听 你也会觉得我自己念的韩文很好听 别人听得懂的情况下 你也会觉得很有自信 那进而就会促使你想要继续去学韩文 觉得韩文很有趣 产生自信感也是 在学习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好 那就希望各位都能够 好好的掌握这三个重点 持续在学习韩文上发光发热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如果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拜拜